不等式我們先前提到了幾個觀念 我們這邊再做一個簡單的複習 首先呢如果今天題目告訴我們說 x要小於7 我們要用不等式來表示的話 我們必須怎麼寫呢 好我們來寫一下看 x小於7 直接寫x小於7 這是小於7的符號 再來2x-3大於15 2x-3大於15 這兩個都非常簡單 好再來6x加8不大於 好不大於大家想想看 不大於在數學上我們應該是 什麼意思呢 不大於就可能會是什麼 好就是小於或者是 等於 好小於或是等於就叫做小於等於 好小於等於 我們要怎麼寫呢 我們就直接寫6x加8 不大於所以是小於等於15-x 好最後不小於 喔不小於的話 有沒有可能等於有可能等於 好有可能等於或者是 大於好除了小於以外其他都可以就等於跟大於好所以這邊就可以寫成30-2x 不小於不小於就是大於或等於5加3x 好這個幾個基本的練習大家應該都覺得很容易吧 好接下來我們再來討論一下數線的畫法 如果今天題目給我們的幾個數線 希望我們來呈現不等式的範圍我們必須怎麼做呢 好首先我們先看看幾個題目 第一個 如果題目希望我們做的是 請在數線上畫出 -2小於等於x 小於等於3 好以及 0 小於x 小於等於2.5 好這兩個題目我們在數線上 我們必須先把數線畫出來 好 然後呢 好標出來 0 1 2 3 4 5 好左邊一樣 -1 -2 -3 -4 -5 好 然後呢 我們在數線上找出他所要的點 第一個是-2 好 -2在這邊 好先觀察看看有沒有等號 好有等號 所以-2這邊我們就畫一個十星的圈圈 好 要比-2大所以一定是在他的右邊 好他是要往右邊走的 好 那如果是這邊呢 好x要小於等於3 好 3的部分有等號也是畫一個十星的圈圈 好 比3來的小所以他要往左邊 所以這兩個 結合起來就會在這個區域 所以我們就知道原來這個紅色的區域就是所謂的x 小於等於3 大於等於 大於等於 負2 好 也就是負2 小於等於x 小於等於3 好 再來下面這一題一樣 我們在數線上畫出來 一條數線 好 標出來0 好1 2 3 4 好5 我們都畫到5就好了 好 左邊也是-1 -2 -3 -4 好-5 好 我們來看看 如果今天x要大於0 也就是說0小於x 我們從x出發好了 x比0大 比0大的話 我們看看有沒有等號 好沒有等號 所以0這邊我們畫一個空心的圈圈 往上 好比0大是右邊好往右跑了 再來 2.5 x要小於等於2.5 我們先找出2.5 有等號所以我們在 2.5在2跟3之間我們畫一個十星的圈圈 好x要比他來的小 甚至等於他 所以他是要往左邊走的 好 所以這兩個 的 交集交在一起的部分 重疊的部分 好 重疊的部分就是在這個區域 所以這個區域我們就可以說他是x的範圍 x小於等於2.5 大於0 好 這樣就是在數線上表示不等式的畫法 好 接下來呢我們再做兩個練習題試試看 如果 題目告訴我們說 請在數線上畫出 負5 小於x小於負2分之1 以及 負6 小於x小於等於 負4.5 好我們來做這兩個題練習 好 首先 我們先畫一條數線 好 接下來我們在數線上標出來 0 好 因為他都是負的所以我們就先從負的開始畫好了 負1 負2 負3 負4 負5 負6 負6 好 接下來我們來找找看他所要的點 來第一個x要比負5大 x大於負5 所以我們把負5找出來 沒有等於 所以是一個空心的圈圈往上畫 他是往右跑的 因為要比他大 好 然後呢 x小於負2分之1 負2分之1在0跟負1之間 我們找到負2分之1這裡 沒有等號 所以是一個空心的圈圈 好 空心的圈圈一樣 要比他小 所以是往左邊跑 所以這兩個範圍重疊的部分 就是在這邊 所以 這一段範圍就是 負5 小於x 小於負2分之1 好 接下來第二個練習題目 x要大於負6跟小於等於負4.5 所以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好 先畫出一條束線 好 因為都是負的 所以我們就直接畫負的部分 0 負1 負1 負2 負3 負4 負5 負5 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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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畫到負6就好了 因為他大於負6 大於負6 不包含負6 因為他沒有等號 所以這邊畫一個空心的圈圈 好 比負6大水往上以後是往右走的 那負4.5是在哪裡呢 是負3跟負4之間 還負4跟負5之間呢 好 很好 是在負4跟負5之間 但因為 有等號所以這裡要畫一個十心的圈圈 好 十心的圈圈往上以後呢 他是要往左還往右 好 因為是小於所以是往左邊 所以從 這個題目我們就知道兩個重疊的部分就是在這個區域 所以這邊就是 x大於負6 小於等於負4.5的範圍 好 這裡要特別注意幾個重要的重點 就是說 雖然每一題 你可以使用不同的單位長 這個在數線的部分我們已經講過了 今天我們畫數線 負1 負2 負3 這邊 每一個單位長 都一樣 同一題裡面的單位長要一樣 好 同一題的單位長要一樣 那這一題就有他的單位長 這裡等於這裡 也等於這裡 也等於這裡 好 不同題可以有不同的單位長 但同一題裡面要有一樣的單位長 這樣子我們在做比較的時候 才不會覺得奇怪 舉個例子來說 如果今天題目是這樣子 好 你說0 好 1 你說這邊是2 這樣人家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0跟1中間這麼長 1跟1之間這麼短呢 這樣就會是錯誤的 好 所以在畫數線的時候 要注意單位長 然後在標明不等式的時候 請注意的是 到底有沒有等號呢 有等號的時候 我們要用十星的圈圈 沒有等號的時候呢 我們用空星的圈圈 看他的範圍 然後再做決定 兩個範圍的時候 我們要找重疊的部分 好 那如果是今天題目告訴我們的是 這樣子的題目 大家應該就覺得會更陌生了 怎麼說呢 如果題目告訴我們說 x大於5 或者 或者是 x小於負2 好 這在數線上要畫出來的話 我們可以這樣畫 好 一條數線 我們找到 0 1 2 3 4 5 好 左邊呢 負1 負2 負3 負4 負5 好 先找到 請問x大於5的時候 在這邊 5在這邊 有沒有包含5呢 沒有 所以我們畫一個空星的圈圈 然後往上 因為是大於 所以他是往右邊走的 好 那如果是小於負2 小愛負2在這邊 所以一個空星的圈圈 因為他沒有等號 好 畫上來以後 往左邊走 因為他是小於的 好 這跟我們之前畫的都不一樣 因為之前的題目都會有交在一起的部分 這題就是沒有的 好 所以他所代表的範圍就是 右邊大於5的部分在這邊 x大於5 或者是 x小於負2 好 這種不等式的畫法 看先前講過是不一樣的 不過 其中不等式 他也可能包含的是大於小於 或者是大於等於或小於等於的狀況 所以 依照題目給我們的條件 我們去把它標示在圖 圖線上 就是這樣子的 好 以上是不等式的 圖解